其實程式就在這裡 在讀入字典檔底下這一段 Dictionary我剛剛寫的 把它貼上這一段 另外的話請各位把那個Month CAI 剛剛是從外部讀檔案 另外你也可以把它改成Dictionary 其實Dictionary更好表現 有沒有 它這個January這個1 第二月2 each類推 如果抓到前面它會一個Key 如果你輸入Value是正確的話 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KeyValue 那你兩個只要Match的話 就完成就是最對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回去練習看看 類似像這樣Month CAI改Dictionary 那直接執行 其實這個做法差不多 比如說我輸入隨便輸入錯的 然後再輸入一個正確的 實際上就是一個KeyValue的比對 所以這邊的話有沒有 這個跟什麼呢 Value 它的Value跟它的什麼Key 兩個如果Match的話 OK 所以這部分可以想想看 另外還有什麼呢 從網路上我抓了那個全名簡 那因為全名簡 題目太多了 英文 如果你看到中文 請你把英文打出來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所以你會有個CH的Stream 跟EN的Stream 這邊就兩個List 這兩個List的話 也許你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 這個 中文如果意思是這樣的 請輸入英文 Attention OK 是不是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 答案在這裡 然後應該是 在這裡 這個 你可以Ctrl C Ctrl V 可能要自己打 Enter 答案正確 當然我只是一個Sample 這個其實還蠻好玩的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遊戲出來 不過這邊有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資料多的話 恐怕你還是要放在外面 那放在外面 可能放在檔案 或者放資料庫 不過資料庫 我們還沒講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檔案 有什麼方式讀進來兩個Match 就可以把結果做出來 而且你還可以 跟前面連結在一起 也許可以 算時間 算次數等等 還可以玩遊戲 那今天的話 大概就是把這些先講完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那個 SQL line資料庫 OK 後面也多了一下 所以 今天的練習題 然後後面有個延伸 有兩題 也是跟Match CI 變化有關 那個部分的話 也許自己再玩玩看 Match CI 的Dictionary版本 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不要用List 用那個Dictionary 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用Dictionary 做出什麼 做出那個 這個中翻音 音翻中 其實這還蠻有趣的 還蠻多可以這樣Match的 那玩遊戲 對錯 等等的 單字練習 OK 所以其實重點就是 資料放外部可以讀進來 那未來 下個禮拜我們會開始講資料庫 有關SQL live 所以回去 有時間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那個SQL live 如果你對資料庫不熟悉的同學 我覺得還是多花一點 因為資料庫畢竟難度 甚至又還會比今天講的更困難 因為資料庫的程式碼又更多 還有SQL 語法 比如說你要增加一個什麼 音色音2 然後哪一些欄位 Values 放什麼東西 這個可能你要很熟 所以我想如果你已經很熟 那就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不熟的話 恐怕這個部分要先加強一下 SQL 的語法 OK OK